大家好,我是青涩之城 今天我们将带大家走一走厦门第二条海底隧道 海仓隧道,它也是我国第三条海底隧道 厦门祥安的海底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条海底隧道 于2010年的4月26日正式通车 我国的第二条海底隧道是青岛焦州湾海底隧道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已经是厦门的海仓区了 和厦门本岛隔海相望的海仓区 现在已经建设得非常不错 镜头前海的对面就是厦门本岛 在海仓隧道通车之前 厦门本岛如果要前往海仓区 只能通过海仓大桥 海仓隧道的建成使厦门进出岛的途径又多了一条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桥两岁 这四桥分别是三门大桥 海仓大桥 吉美大桥和杏林大桥 两条海底隧道分别是祥安隧道 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实地走一走的海仓隧道 在走进海仓隧道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条隧道有多牛 海仓隧道全长7.1公里 隧道长度6.3公里 跨海域2.8公里 隧道距离海平面最深的地方72米 设计日通过能力达到8.5万辆 海仓隧道的通车大大缓解了海仓大桥的堵车情况 海仓隧道总投资57.05亿元 是中国大陆地区第三条公路海底隧道 自2016年六月开工以来 经过五年的时间 海底隧道的工作人员排除了32个重大风险区 施工工艺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 岛内陆雨断的两座双连拱隧道 创同类型隧道之最 是世界上跨度最大及具具难度的双连拱隧道 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去看一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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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